我只想在家裡自己吃扁皮鴨 而且又真的不難 漂亮 好,我們回家吃吧 Hello,大家好,我是屎嫂成平 還有Isa B 今天就繼續在我的廚房拍攝冷快廚房的 我奶奶有這個菜是超級厲害的 是上次我們吃完之後 整家人都賺好的就是扁皮鴨 所以今天是奶奶的廚房 今天不是你的廚房 今天是奶奶傳授這個扁皮鴨的廚房給我 我剛才已經偷偷地實習了一陣子 你知道嗎?你身邊的B,說你講話太悶了 快點進去證明,行不行 我發覺原來這個扁皮鴨在家裡都能做到 而且只要你掌握了少許的粉和皮 你基本上就應該完成了 那個粉和皮 OK 那我們不如開始吧 好 第一件事就是先沾那個粉 這樣我們就...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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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吃了 那就是我們親自粗刀給大家看看 啊啊啊啊 好 現在這個放的是什麼? 低筋粉 好,現在放低筋粉 兩杯低筋粉 兩杯 很厲害 看來看來看來看去看 一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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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杯 粉的狀態現在都可以了 把它倒進去那裡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小嫂廚房 我上年有開過雙類似的東西 那次是做天神Pancake 是嗎? 是啊 但是失敗的東西 然後很多話說 我睡不著 不過anyway你也有興趣去看 但是今天娜娜很好 帶了這些所有的工具 然後帶了一些粉 一次過過來 那也是她的調教的粉 那我們這次試一下行不行 如果不行就是你的問題 不是不行就是我的問題 剛才偷偷你試了一會 我今次再試一下 我弄得有點微微的 但是都好像OK 這個就是皮革的 皮 是啊 其實大家口裡吃不到 都是因為皮而已 因為其他東西 其實你買現成回來 切回來的 這個因為我吃下去 我像中上去吃 是吃下去很像的 已經是 跟外面做的 所以一定要拍給大家試一下 而且本來也有想中簡單的 嘩 它還自己脫出來 對啊 它會自己脫出來 你有沒有塗油那些 沒有的 就是這樣嗎 是呀 那我想問你的 參與的地方 原來只有這麼少 我參與的地方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個 做這個粉的過程 我跟你說 是是 你可能會做到很大塊 可能會做到很小塊 所以你要practice一會 OK 剛才我做過一些 給大家看一下 發生什麼事 不是 這塊是因為粉就沒有了 所以只會這麼小 噢 好啊 你喜歡怎樣說都可以 稍後你就要好好吃 那塊 為什麼 你這麼多話說 我也不知道 好像清平地做的 是啊 這個力度要掌握得很好 要不然你不上來試一下 讓你試一下 小了 是啊 我以為只要放上去 原來要用點力 我這個是沒有用力的 所以就會小了 給你多一次機會 OK 我反過來給你機會 噢 好治癒啊 那一下 一定 這塊好像不錯 我們的粉已經變了皮了 另外呢 就是這個扁皮鴨的鴨已經準備好了 那是不是你自己片的呢 不是 所以今天是買在廚房 那當然啦 我覺得新手 或者我們這些呢 如果你真的做不到這麼漂亮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你將它片出來就可以了 是 買的時候 你跟他說 可以買一隻鴨 在燒鴨店裡 然後叫它先幫你砍一件 那你只需要做的就是 這個位置是那些皮啊那些位 然後另外那些其實它都砍好 就是這個了 這個已經被人偷吃了 那個是誰就不說了 那另外大家都知道了 扁皮鴨一定要有的就是 青瓜 還有就是 精蔥的 但是因為今天呢 實在找不到精蔥 我們暫時用著這個蔥法來代替 還有呢就是有甜醬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有沒有想像過在家裡自己吃扁皮鴨 而且呢 又真的不難 你都這樣會不會熱啊 好 好 好我們回家吃了 哎呀 真的跟扁皮鴨好似啊 救命啊 這個粉真的不錯 好夢中啊 可以做一塊給我吃嗎 好嗎 我想用回我自己一塊 你拿回來 認得它 嗯 挺薄啊 你做的那塊 不錯啊 給我大一點點給你吧 很甜醬 我不要沖了那個 你不要沖了 你只是這樣而已啊 對呀 這是什麼油來的 吃扁皮鴨 不如就是吃阿洛吧 不是這個 我的風格 哇你一口吃了它 嗯 你口不大 嗯 好好吃 好我們待會拿出來 給家人一起試一下 然後我們的扁皮鴨已經上了桌了 嘩我怕那麼多東西吃啊 這麼大鬼啊 好啦那大家記得如果想知道怎樣做扁皮鴨呢 記得要follow我啦 還有訂閱我 子蘇晴晴的IG 好啦我們下次見 拜拜